梁朝伟 如果说与虚拟人物对戏是对他的严峻考验 那么探讨人生的奥秘也是梁朝伟扣问人生的答案 而与金城武合作的这部电影让梁朝伟成为了2016最大的赢家 但是梁朝伟对这个角色把控的精准到位 比如飙车 跳桥 空中跳伞 喝酒 受伤等等 他身患重病却希望将温暖传递给大家 自己的爱情路坎坷 却希望周围的人能够获得幸福 这种大爱着实让人感动 就像英雄需要仰慕者 梁朝伟也需要爱情的保护与滋养 说起梁朝伟与刘嘉玲的爱情长跑 很多人都惊呆一地下巴 有媒体爆出 梁朝伟对此事的回应 为什么要生孩子 我们夫妻现在生活很幸福 生孩子只会让我更加担心 嘉玲本来就不让我省心 怀孕后我肯定会更担心她 刘嘉玲在生活中照顾梁朝伟 在对待老人上 刘嘉玲也给现在的年轻人做了榜样 讲真 梁朝伟与刘嘉玲结婚以后 爱情事业都更上一层楼 1983年 梁朝伟与曾华健相识相恋 个性强的二个人经常争吵 经历了分分合合三回以后 1989年黯然分手 且宣布永不复合 纵观梁朝伟的情史与演绎道路 她的成功绝非偶然 都是汗水挥洒下的艰辛 有些时候 我们看不到梁朝伟的演戏的动作 但是透过眼神或者汗水或者光线 就能够感受到她的演技 所以说 梁朝伟成为了演艺全能王 几乎没有哪个角色是她没试过的 对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